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一批高科技产品的部署使用 为企业疫情防控提供助力 3月18日 记者在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一层大厅看到 一旁的智能体温监测设备 自动对所有出入监测点的人员 进行非接触式无感体温检测和记录 据介绍 该设备在测温区域和精确度等方面 与传统设备相比有较大提升 一旦发现体温异常人员 可立即启动声光报警 它还可以支持这种多分区的测温 可以同时测量视频里多个最高的温度 可以支持这种每分钟100人左右的一个 正常走路的一个通行量 在这种上下班的高峰期 实际上会对整个大厦的通行 出入口的通行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提高 这个测温设备的这个精确范围呢 是在正负0.3度 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 可以相对比较精确的测出来 这个人的体温的数值 此外 为保证疫情期间的乘梯安全 员工在办公楼内可以通过声控 或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实现无接触乘坐电梯 降低因接触所导致的交叉感染风险 所以用户只需要在微信上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程序 那么就可以实现直接对这个电梯的远程呼叫 不需要按键了 比如呼叫二号电梯 然后我这可以选择我从一层出发 然后我现在要去三楼 就可以点击呼叫 已经显示我已经成功呼叫了 为减少午餐时间人员流动聚集 几位送餐机器人便将送餐取餐的工作包揽 员工只需扫码进行手机点单 食堂备好餐后仅需5到10分钟 机器人便可将午餐送到员工所在办公地点 利用物联网技术 送餐机器人能够自主乘坐电梯 规划路线 躲避障碍物 不仅能及时安全地为员工服务 也减轻了食堂人员的送餐压力 采访过程中不少员工告诉记者 复工之后 多项高科技产品的助力 能够让他们在保证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加安心 我们这边是差不多两周之前开始复工了 因为周边的餐饮还没有开 点外卖的时候也比较单一 那楼下的食堂开了之后呢 又不能去统一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个就餐 我们只要去扫码点餐就非常的方便 也能保证安全 相当于我们现在整个工作的复工之后吧 由于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整个的过程让您的体验来说就是安全 也是更高效了 然后说让自己更安心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